2年5分, 没来啦! 好了,我先看看 现在10点,只不过是10点 但是10点,到处都没有东西 因为呢 机场的人是要隔离的嘛 所以变成了 什么都没有 机场的摘机大堂是没有人 什么都没有 吃烟啦! 谢谢! 拜拜! 我当然比较轻的 比较轻的 比较轻的 看起来 看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出声响 很厉害 要我拿着行李 然后去查复 然后呢,它就很好地跟我说 你填一份房子吧 填一份房子就可以了 我要拍下来 但是我真的很爱心 我终于来到美国 我两年半没来啦! 我两年半没来啦! 那我就要很感激 因为原来我订错了 这个... 酒店 那呢 第一天我是没有酒店住 接着呢 结果就是我朋友 家里让我住 因为我第一次住 南三凡市 因为通常都可能是 下宅或其他地方 那南三凡市和普通 平时三凡市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大家有见过 南三凡市 一看到 在机场上看到 它就会写着南三凡市 南三凡市 South San Francisco 那样 那是一块很舒服的地方 大家如果知道 在 美国买屋呢 它前面的 不知几落呢 那些树 全部东西 全部 全部都要自己 去处理 如果万一 那些树 塌了 窄到人呢 它们是要赔钱的 那可以走下去看看 不过呢 我很想看出它的天台 先 它们是 喂 这个就是人 那接着呢 主人房那些不要说 主人房那些 不要说好笑 喂 但是最好笑的东西呢 是 有个厕所 跟着我的朋友跟我说 如果你洗完澡 想吃烟 你便走出去吃 那好吧 有什么理由 在厕所外面 吃烟 如果黑漆漆吃 你看看 这里如果你不小心 就跌了下去了 那你哪个敢出去 这个也是笑话 又在这里 这个人 嗨 我朋友Shani 那接着呢 我其实呢 有很多地方是不想让人看 那些不让人看 但是呢 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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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层高 是装修到 好像 一个 酒吧 屋顶 这样 落地 玻璃 早上晒一点 你可不可以 陪我回去 阿彪的workshop 一个兴趣的workshop 就算你在香港 看别人做的 都看不到有这么夸张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全部都是做木 加油油 所以说呢 呃 在美国来说呢 那些人是很喜欢 一样东西都自己做的 你看看 接着呢 另外有一只 另外这里呢 就是他们 饭厅 接着你看这只 你看它 到前面呢 你看到这个坑的位置 那个坑的之前 这些树 这些树 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就是它 买一层楼 就 买一间房子 就要 管下面的东西了 那现在呢 就 我就 我突然这样拍摄上去 好了 好了 第一次 我有个朋友 话说呢 其实我昨天下机 就打算拍摄 但是呢 我的 DJI 就留了我朋友的车 我呢 就去吃 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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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Sambuno? Sambuno City 那不就有一间茶器 好像有一间茶器 那是谁带你去的那间? 是啊 那间是一间 不好吃的 有几间? 这间是不是你和我吃过? 没吃过 这间没吃过吗? 我也第一次吃 很好吃 这个是牛尾的 你刚才说牛骨粉送的鸭 牛尾粉 然后不知道如何 我们现在在看 看看吧 现在是多少贴物? 15% 15-18% 午餐应该是15% 是啊 Dark Fur with Surf with Fillette Mignon 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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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尾粉 然后24号 24号 24号 很誇張 Fillette Mignon 牛尾粉 半只鸭 你先吃不吃完? 不用怕 吃炸泥酒 哈哈哈哈 烧鸡皮 好像烧鸡皮 很香 好像烧鸡皮 很香 好像烧鸡皮 很香 太好吃了 很香 很香 不知肥鸡皮 如果肥鸡皮都不大 太多一遍 不太多了 酱油 很香 挺风暴 想想 很香 太美味了 哈哈 哈哈 很香 哇 鴨鴨肉 清湯牛乳湯滚了多好味 湯是很好味 還有鴨 很棒 暖胃 鴨 燒完再炸一炸,很鬆 鴨已經風乾了 這個 炸了,有點乾 我朋友說是風乾 是白色的,很脆 很美味 很棒 上次是湯 每次來美國,喝完酒一定要吃肥膩 肥膠一定要吃肥膩 很舒服 還有生牛肉 這些是Villet Bignon 吃到嘴巴 很滑 不理會有什麼味道 但它一定是滑 很滑 Villet Bignon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連… 它連… 它真的滑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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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 我們打了幾次 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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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吃飽 是準次要散罐 喔 魚鰲 就這麼滑 5 在美ano però這池 真的��� disaster 當中蘑菇 大便 Hep 我现在很饱 我现在很饱 我现在饱到 饱到很受不了 这里是San Bruno San Bruno San Bruno 你来到美国你可以选择自己 究竟是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 今天我遇到一个不戴口罩的牟利 我就没有戴口罩 如果遇到戴口罩的牟利 我就会戴口罩 好了